最近消息,艺人NONO、陳宣律在今年6月中遭到網紅小紅老師指控性騷擾跟性侵 受害者還多達30人並且提告 今年早上,北檢再度傳還NONO 停訊結束之後,NONO不發意語離開地檢署 她涉及性騷擾還有性侵多名女子 不但網紅小紅老師對她提告了性騷擾跟性侵等5罪 後續其他提告的女子也有超過10個人 而台北地檢署在今年8月間首度搜索跟傳還NONO 最後以50萬元交保 而之後檢察官在今天又二度傳還 就是為了要進一步釐清案情的細節 而根據了解,NONO依舊是否認涉犯妨害性自主等犯行